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公元五六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那是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时代 它像一座桥梁,一端连接着秦汉之后天下四分五裂的三国两进 另一端连接着统一繁荣兴旺的隋唐盛世 这一时期就是被称为大乱世的南北朝 公元420年到589年的短短100多年间 南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个政权 王朝更替战争频发 一个王朝如果有一两个昏君暴君 对于百姓而言都已经是天大的不幸了 但是在南北朝时期有这样一个王朝 他的每一任皇帝都荒淫无道 残害兄长强迫嫂嫂在这里都算不上什么奇闻怪谈 皇帝裸奔母子乱伦那是常规操作 最重要的是这些有为人伦的事迹 竟然都出自正史而非野史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寿王朝北齐 公元291年短暂统一天下的西晋爆发了巴王之乱 从此遍地封烟 北方游牧民族趁机起兵脱离禁朝 拥兵自立并且不断向中原地区内迁 登上了争霸天下的舞台 其中以匈奴 显卑 杰 枪 低五个部族最具代表性 史称五胡乱华 这些少数民族在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20多个政权 其中五粮 四烟 三秦 二兆 成汉 胡夏 这16个国家存在的时间较长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 西晋变亡后 公元317年 晋宗氏司马瑞在中原世事的支持下 南渡长江来到建康建立了新政权 史称东晋 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 东晋就一直窝居长江以南 并且以长江为天险 公元420年 东晋全臣流域 逼迫进攻地司马德文让位 在建康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宋 史称南朝宋 标志着南北朝时期的开始 公元439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 结束了北方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统一了黄河流域 北魏开始与南朝宋 南北对峙 通过以上的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成自东晋 先后建立了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南朝臣四个王朝 北朝成自十六国 先由北魏一统北方 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了东魏和西魏 公元550年 高氏的北齐取代了东魏 公元557年 宇文氏的北周取代了西魏 而发生在北齐王朝的荒诞故事 我们还要从北齐的奠基人高欢 开始说起 公元496年 北魏孝文帝拓跋红 照令显被八大贵族 全部改为汉姓 并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 标志着北魏显卑族的汉化 但也是在同一年 一个显卑化的汉人高欢出生了 根据北史神武记记载 高欢是名门望族渤海高氏的后人 他的六氏祖在西晋时期 官至玄徒太守 祖父也在北魏当官 官至施玉史 但后来犯了法 被发配到了北魏六镇之一的怀硕镇 高氏从此家道中落 因为常年居住在边塞 高欢的生活习惯逐渐显卑化 所以大部分史学家认为 高欢是显卑化的汉人 但是也有少数学者 对北史中的记载存疑 他们认为高欢的世系 可能是伪造的 所以不能断定 他就是一名汉人 但不管怎么样 根据历史记录 高欢自幼家境贫寒 成年之后 他找的第一份工作 是看守城门的大头兵 虽然长得帅又有才 但因为家里穷 买不起战马 所以无法升迁 这里科普一个冷知识 北魏时期想要做军官 是需要自备战马和武器的 买不起战马 就意味着只能在基层摸爬滚打 不过就在高欢守城门之时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一个叫做楼昭君的白富美 看上了他 楼昭君显卑族人 是北魏真定侯楼提的孙女 父亲楼内干是当地的富豪 楼昭君漂亮又聪明 拜倒在他十六群下的当地豪族是数不胜数 但他偏偏对高欢是一见倾心 甚至不惜倒贴才离也要嫁给高欢 就这样高欢屌丝逆袭 赢取了白富美 根据北齐书记载 楼昭君性情宽厚 柔顺勤俭 一生共为高欢生下了六儿两女 其中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皇帝 可谓是史上最牛母亲 取了楼昭君之后 高欢也有钱买马了 很快就成为了怀硕镇上的一名寒使 说白了就是一个送信的小官 公元519年到524年这六年间 高欢一直从事着这份工作 频繁往返于六镇和都城洛阳之间 虽然辛苦 但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根据北史记载 高欢有一次从洛阳回到六镇之后 突然开始亲近家财结交门客 亲戚们都不解的问他说 咋了 你媳妇家的财产不香吗 高欢回答说 我在洛阳的时候 正好目睹了禁军造反 他们一把火烧了朝廷 重臣张仪的宅子 朝廷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这样的朝廷还有希望吗 守着财物又有何用呢 敏锐的高欢从一起动乱 就遇见了北魏的末路 史书中说 他从此有了澄清天下之志 尽管高欢此时还只是一个小官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很快 清才重视的高欢 就结交了各路有志之士 打造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朋友圈 公元524年 反抗北魏朝廷的六镇起义爆发 北魏权力格局重新配置 负责镇压叛乱的尔朱荣 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将六镇起义军一一收编 叛乱被平息之后 尔朱荣成了北魏的实际掌权人 早在叛乱爆发初期 高欢就投入了尔朱荣的麾下 并且很快取得了尔朱荣的信任 就在尔朱荣犹豫着 要不要更进一步的时候 高欢怂恿他说 您何不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取而代之呢 尔朱荣听后大悦 然而朝廷也早就察觉到了尔朱荣的野心 公元530年 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袁子佑亲手刺杀 一代萧雄窝囊死后 他的唐侄尔朱赵在慌乱中接管了军队 此时的高欢已经不想再给尔朱氏打工了 高欢趁尔朱氏混乱之际 利用高超的演技 说动了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企域军归顺自己 并且把他们带往河北 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军民 成为了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公元533年 高欢灭了尔朱家族 夺取了北魏大部分的地盘和人口 此时唯独关隆地区 还被尔朱荣曾经的手下贺拔岳和侯墨陈岳把持着 贺拔岳和侯墨陈岳各自统领部众镇守关隆 看似拧成了一股绳 实则内部矛盾日久堆积 高欢用反间计诱使侯墨陈岳暗杀了贺拔岳 他以为能一举瓦解关隆势力 可没想到贺拔岳的部下 推举二十八岁的宇文泰作为老大 在宇文泰的带领下 贺拔岳旧部果断击败了侯墨陈岳 完成了关隆地区的统一工作 此后数十年里 宇文泰成为了高欢的劲敌 有史学家将高欢和宇文泰 比作北魏时期影响历史的双子星 宇文泰是武川镇土生土长的显卑人 其父宇文公是个部落的小首领 在奉行弱肉强使法则的北方军阵中 宇文家族也算是小有势力 宇文534年高欢拥立元善建为地 建立东魏迁都叶城 并以晋阳为别都 此年正月初一 西边的宇文泰拥立元宝剧为地 建立西魏定都长安 北魏正式分裂为了东西两魏 显然不管是元善建还是元宝剧 都只是傀儡皇帝 高欢和宇文泰才是真正的掌权人 但他们又如同曹操和司马懿一样 只是做到了无冕之王 没有触碰那触手可及的龙椅宝座 捅破这层窗户指的还是他们的后代 公元547年 52岁的高欢病逝 长子高成以大将军大刑台的身份 接管东魏政权 只可惜公元549年 离成就霸业仅有一步之遥时 高成被家奴刺杀 其地高阳也是高欢的次子被推到了台前 公元530年高阳迫使孝敬帝元善建善位 称帝建立北齐 史称其文宣帝 高欢被追封为了北齐神武帝 从公元533年高欢控制北魏政权算起 经历了两代三人17年的努力 高氏家族终于取代了元氏家族 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公元556年 宇文爵承袭了父亲宇文太的官爵 并于次年在堂兄宇文户的扶持之下 正式继位称天王 国号大洲 史称北洲 提到高欢史书中的评价 有父谋略 善君正 明察秋毫 清才 正式 知人善认等等 但这只是高欢正向的一面 他的另一面是 嗜酒好色 荒诞淫乱 不仅是高欢 高氏家族每一个登上王位的男人 都像中了某种诅咒一样 把纵欲乱伦滥杀的特质 发挥得淋漓尽致 使北齐成为了历史上 最臭名昭著的秦寿王朝 后世常常把高欢 比作南北朝版本的曹操 不仅因为他有曹操一样的 枭雄之志 还因为他和曹操一样都好人妻 除了正式楼昭君之外 高欢还有诸多姬妾 其中不少都是二婚甚至三婚 少女不是他的菜 嫁过人的女人才对他的胃口 大耳珠氏也就是耳珠蓉的女儿 耳珠婴儿 嫁给高欢时已经是第三次成亲了 小耳珠氏 耳珠赵的女儿 她原本是北魏建民皇帝 元叶的皇后 后来被高欢收了房 北魏的广平王妃正大车 人承王妃逢娘 承阳王妃李娘 都在丈夫死后嫁给了高欢 其中要数广平王妃正大车的容貌 最为动人 而且观念开放 高欢虽然爱美人 但更爱江山呀 为了实现他的宏图霸业 他一年365天 恨不得360天都待在军营 正当正大车寂寞难耐的时候 高欢的儿子高成来雪中送炭了 根据北史记载 高欢出去打了一场仗 回来时却发现 儿子高成夜夜摸黑 往小妾屋里跑 高欢一气之下 打了高成一百棍 把他软禁了起来 但终究血浓于水 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扬 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此后高成也收敛了不少 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当然没有 斯通风波过去八年之后 公元543年 正大车为高欢 生下了第十四子高润 高润完美继承了母亲正大车的美貌基因 长得那是一表人才 高欢很是欢喜 称他是五家千里居野 但就是这批千里居 到了十四五岁 还跟母亲正大车 同踏而卧 不仅如此 北齐书记载 他们俩同寝的时候 还会有绘杂之声传出 高欢晚年时 北方柔然羽翼见风 为了维系和柔然的关系 高欢派遣使者前往柔然 为儿子高成求亲 可没想到柔然王却说 高王自取便好 要说这高欢的正妻 楼昭君是真贤惠啊 他权衡利弊之后 对高欢说道 此乃国家大计不可犹豫 说完就收拾出来了主事 搬到了别院去居住 就这样 十六岁的柔然公主 成了高欢的正妻 可此时的高欢已经年过五十 就算有那心也没那力了 柔然公主嫁过来没几天 高欢就得了重病 无法同房是真的重病 不是借口推脱那种 但柔然王听了之后依然暴怒 没办法 高欢只得命人把病床 抬到了柔然公主的房间内 在那里治病 不久后 高欢就因病去世了 此时的柔然公主年方十八 柔然王当然不可能 看着自己的闺女 从此守寡呀 医生令下说道 按照咱们草原的规矩 老爹死了 继位的儿子 是要再娶老爹的小妾的 这又不是财产还在继承的 总之 柔然公主嫁给了高欢的长子高成 并且于公元549年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是没有想到 孩子刚一生下来 高成就被刺杀了 此后柔然公主不知所踪 高成在短暂的掌权期间 还玷污了弟弟高杨的妻子李祖娥 但即使是这样 高成和他的老爹高欢 也算是高氏家族里相对正常的两个人了 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杨在完成了凯朝换代的大业之后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高杨登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强迫了哥哥高成的嫡妻原氏 还直言不讳的说道 捕兄昔日监我父 我今须报之 统治后期 高杨每日以纵欲酗酒残暴滥杀为乐 嗜酒如命四个字 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每次喝完酒 他都六亲不认 行为疯癫 龙冬季节一丝不挂的就裸奔上街了 有时候还会涂脂抹粉 穿上女人的衣服招摇过世 自治通鉴记载 天保七年公元556年的一天 已经贵为太后的楼太后 看到儿子高杨又在撒酒疯 便举起手杖 边揍边骂道 你爹仪式英雄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 高杨此时已经被酒精烧坏了脑子 他被亲娘打几眼了 直接回怼过去说 死老太婆你再敢骂我 明天我就把你嫁给胡人 楼太后听了儿子这话 差点没气晕过去 没过一会儿高杨酒醒了一些 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的后悔 见母亲一脸怒气 就想逗她开心 偷偷爬到了楼太后的床下 想把床给拱起来 让楼太后笑一笑 可没想到 让母亲从床上摔下来又伤了腰 隔天完全清醒之后 高杨又后悔不跌 他让身边的侍臣去院子里点了一把火 准备要放火自焚 楼太后见状赶紧阻拦 声拉硬拽还安慰她说 母亲知道你喝醉了 母亲不怪你 后来又有一天 醉酒后的高杨带人闯入彭城王府 那里是老爹高欢曾经的妾室 耳珠婴儿的住所 高杨打算墙上耳珠婴儿 这可真是令人目瞪口呆了 耳珠婴儿好歹也算是高杨的小妈 自然是死活不同意 结果就这么被高杨给宰了 高杨还有一个容貌 倾国倾城的宠妃薛平 歌姬出身 有一段时间和高杨如胶似漆 整日都黏在一起 但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又一次高杨醉酒之后 突然觉得相貌如此绝美的薛平 早晚有一天会绿了她 竟然一刀砍下了薛平的头 然后还若无其事地把人头揣在怀里 继续参加宴会继续喝 九郭三巡正在众人兴致大好之时 高杨突然把人头掏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在座宾客无不大惊失色 只有高杨这边抱着薛平的尸骨 边哭边唱家人再难得 日复一日的沉迷于酒色之中 公元559年 年仅33岁的高杨 因为过度酗酒而亡 太子高阴继位 但高阴这边龙椅还没坐热 便被叔叔高阴窜了拳 高阴继位之初 母亲娄太后曾经嘱咐她 不要杀掉废地高阴 当时她也是满口答应 此后高阴历经图治 关心民生建粮仓改军制 算得上是北齐开国之后 唯一的一位明军 但是再贤明的人 也难免会犯个糊涂 北市记载公元561年 高阴寻行晋阳的时候 身边的术士说 夜城有天子气 当时废地高阴就在夜城 高阴担心将来 高阴会被人拥立复辟 便赐毒酒让他自我了结 高阴挣扎不从 一名士兵冲上来 将这位年仅17岁的费地活活给勒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 费地高阴死后不久 高阴在一次打猎时意外坠马 此后一病不起 于26岁英年早逝 在位仅一年 高阴临终之前 为了不让儿子高百年 落得和高阴一样的下场 决定直接传位给弟弟高阵 并且嘱咐高阵说 一将误妻子之以好处 误学前人也 意思是不要学自己残忍伤害侄子 但是高阴还是低估了高阵的心狠手辣 论才能 他远不如哥哥们 但是论疯狂 他在一众高家兄弟里面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登基后 高阵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杀死了侄子高百年 干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强占了黄嫂李祖娥 早在高阳活着的时候 高阵就对这个黄二嫂颇为心动 但苦于没有机会 如今黄泉在握 还不赶紧为所欲为 李祖娥一开始宁死不从 但高阵拿着李祖娥小儿子高少德的性命威胁他 李祖娥只能乖乖就范 任由高阵发泄授欲 可怜了李祖娥只因财情风华冠绝当时 就先后遭到了夫兄高成和小叔高阵的欺凌 不久后李祖娥怀孕了 他羞愧难当 整日待在寝宫里闭门不出 连儿子高少德都不见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祖娥怀孕的事还是被儿子高少德给知道了 高少德误会母亲是贪恋权力 才做出了有为人伦之举 几个月之后 李祖娥诞下了一名女婴 他无法面对这个孩子 也无法面对自己 在生产当天就亲手结束了女儿的性命 此事让高阵极为震怒 他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一样 冲到了李祖娥面前 在李祖娥面前杀了李祖娥的儿子高少德 悲痛欲绝的李祖娥从此削发为泥 后半生与青灯为伴 在高湛纠缠嫂子李祖娥之时 高湛的皇后胡适也没闲着 说起这位胡皇后 他与高湛称得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但恭维寂寞的他与高湛的宠臣何世开看对了眼 何世开精通握朔 其实就是古代的双路象棋 胡皇后说他也想学术 高湛便让何世开教他 结果握朔是假调情是真 两双手在棋盘上是摸来捏去 另一边高湛就只顾饮酒作乐 对此视而不见 为了讨好高湛 何世开还说 纵观古代帝王 无论是姚顺宇还是夏节商咒 死后不都尘归尘土归土吗 所以人生在世就应该尽情享乐 朝政大事不如就交给太子吧 没想到高湛竟然真的听了 何世开的这方鬼话 公元565年 他让位于太子高尾 安心理得地做起了太上皇 从此一味淫乐 结果不到三年 就因为酒色过度而死 高湛死后 胡皇后跟何世开的关系 基本上就公开化了 这引起了群臣的不满 公元571年 何世开被狼牙王所杀 胡太后又寂寞了 一天他去寺庙里烧香 看到了一位名叫谭县的和尚 长得那是身材魁梧 面目清秀 胡太后赶紧把他带回了宫中 去切磋佛法 这不切磋不要紧 一切磋之后发现和尚 简直是一块宝藏呀 从此隔三差五就会有 长相俊美的小和尚被带入宫中 胡太后还把他们打扮成 宫女的样子 让他们相伴左右 结果更扯的事情发生了 一日皇帝高伟看到太后身边 有两个小宫女 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就想带回寝宫去大饱口服 可这两个小宫女的行为 实在是太怪异了 他们吓得连连后退 高伟下令强行扒了他们的衣服 这下原形毕露 胜度之下 高伟下令将宫中所有的僧侣 一律处决 胡太后就这样一路奔放到了 北齐灭亡 高氏被北州的宇文士赶尽杀绝后 胡太后带着儿媳流落到了北州 结果二人竟然在这里开了一家妓院 开妓院不说 胡太后还亲自接客 烟花丛中 她反而更加如鱼得水 史书记彩 胡太后曾经感慨说 为后不如为昌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高城到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 再到其五成帝高站 高家人的荒淫行为虽然步步升级 但真正把北齐推上绝路的 还是高站的儿子齐后主高伟 高伟绝对算得上是高家各种变态之级大成者 不知人间疾苦的他曾经自创无忧曲 还亲自弹奏琵琶演唱 于是便有了无忧天子的称号 这位无忧天子还是个行为艺术家 过腻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在宫中建了一个贫儿村 天天穿着蓝绿的破衣服 化妆成乞丐向人刑起 后来又建造了一个民间市场 一会儿办买主 一会儿办卖家 忙得是不亦乐乎 艺术家高伟 连杀戮游戏都玩出了新花样 肥使记载高伟闲来无聊 最喜欢杀人扑面而视之 他还养过一只鹰 每天割活狗的肉喂他 狗好几天才死 相当于零迟了 寥寥术与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 一次高伟听说同父异母的兄弟高绰 曾经纵狗撕咬一对母子 不禁对这个创意是大感佩服 他立刻招高绰进京 问他在定州什么事情最好玩呀 高绰说 那莫过于把蝎子和猴子放在一起 看他们自相残杀了 高伟听了之后是大受启发 他命人连夜寻来了大量的蝎子 放在一个缸子里面 升级了高绰的玩法 直接把人丢了进去 缸中传来阵阵的哀嚎声 高伟则在一边拍手叫好 他还埋怨高绰说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高伟一高兴 高绰就被封了个大将军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高伟有一个宠妃名叫冯小莲 长得那是兵姬玉骨 我见游莲 高伟觉得此等游物 自己欣赏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于是不论是上朝 还是和大臣们议事 高伟都把冯小莲揽在怀中 冯小莲是曲线玲珑凸凸有致 看得大臣们面红耳赤 连说话都结巴了 后来高伟干脆让冯小莲 赤身躺在朝堂上 大臣们看一眼他收一笔钱 这就是玉体横尘的典故 古今帝王不乏娇奢淫义 昏溃无能者 但有的也能得善终 究其原因在于有一批忠臣良将 替昏君守住了这个国家 北溪这等变态王朝 还能延续二十多年 也是得益于狐绿光 蓝陵王等一批忠勇之士 誓死保卫着国家 但其后主高伟偏偏自断羽翼 杀忠臣丑宁臣 亲手葬送了北溪的国运 狐绿光赤乐不仁 夫妻是北溪第一代 功勋老将狐绿金 从小擅长骑射 在他青春不识仇的年代 曾经跟着高成外出打猎 高成看到天上飞着一只大鸟 以为是大雁 顿时就起了禅心 他让狐绿光把大雁给射下来 当自己的下酒菜 狐绿光二话没说 纵马狂奔 晚宫如满月 接着一声惨叫 大雁旋转直下 落在了高成的马前 众人上前围观无不惊呼 原来这不是什么大雁 而是一只雕 那个时候如果有射雕英雄传 那狐绿光必定榜上有名 北溪文宣帝高阳时期 狐绿光曾经仅以五千的兵力 就拿下了北溪边境的 天柱 新安 牛头 三述所 公元564年 北周出东十万大军攻打洛阳 狐绿光仅以五万骑兵迎击 两军在芒山相遇 爆发了著名的芒山之战 狐绿光大败周军 斩获三千首级 威震四方 此后不少战役中 敌军一听领兵的是狐绿光 甚至是不战而逃 狐绿光一生参加过 大大小小无数战役 与北齐开国功臣断韶 以及兰陵王高长功 并称北齐三杰 最重要的是狐绿光为人 正直极恶如仇 最看不惯皇帝身边 溜须拍马屁的宁臣 这就使狐绿光成为了 祖廷 木提婆 陆令轩等人的 眼中钉 肉中刺 他们设计让其后主高伟 相信狐绿光有谋反之心 篇幅有限 这段故事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之后的会员视频中 我会跟大家详聊 公元572年 高伟已经对狐绿光起了杀心 但高伟生性怯懦 对于该如何下手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 此时奸臣组艇又出来蹦的了 他对高伟说 陛下何不赐狐绿光一匹宝马 并且约他明日游猎东山 他必定前来谢恩 此日狐绿光如约而至 高伟身边的侍卫刘陶芝 从后面偷袭狐绿光 未能得手 狐绿光回头一看是刘陶芝 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刘陶芝外号 北齐官场头号屠夫 不少功勋大臣 都是死在他手上的 就这样一代名将狐绿光 被刘陶芝和三名大力士 用弓弦活活给勒死了 临死之前狐绿光说道 刘陶芝常常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狐绿光致死都不会 对不起国家和皇帝 诸禄功臣之后 高伟又把目光转向了亲族 蓝陵王高长公是高伟的堂兄 高崇的第四子 他绝对是高氏家族里的一顾清流 长相如女子般动人 但是上阵杀敌却无比骁勇 之君严明身先士卒 将士们曾经为他做歌谣 蓝陵王入阵曲 全国颂唱 深得民心 后来有一次高伟问他 你打仗的时候深入敌阵 难道不害怕吗 如果失利的话 后悔也来不及啊 蓝陵王说道 国事即家事 我没想那么多 就冲进去了 本来是一番表忠心的话 但是家事二字 成为了高伟心中的一根刺 这怎么就成了 你高长公的家事了呢 难道你想篡权不成 公元573年 高伟命人给蓝陵王送去了一杯毒酒 蓝陵王看着酒杯说道 我一生忠心不二 无愧于天 蓝陵王的爱妃劝他说 何不求见天言 但蓝陵王明白 高伟要是个明君 老将胡绿光就不会戎马一生 最终惨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万念俱灰的高长公 扔下了一句 天言何有可见 一杯镇酒下肚 离开了气数已尽的北齐 至此加上此前已经病逝的断韶 北齐三节尽数陨落 西边的北周得知此消息 是举国上下载歌载舞 三年之后 576年 北周及全国之力攻打北齐 早就已经自断长城的齐后主 此时又上演了一系列 令人瞠目结舌的骚操作 北周军队猛攻晋州时 高伟正和宠妃冯小莲 在别都禁阳的郊外打猎 接到战报 高伟本来想率大军持员的 但冯小莲是玩性正浓 他让高伟再列一局 等到围列结束之后 晋州已破 后来寒冬将至 北周军队退回了都城长安 高伟重整大军 带着冯小莲御驾亲征 打算收复晋州 他认为有皇帝在军中 可以提振军心 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可后来事实证明 你还不如别来呢 起初北齐将士们挖地道 设云梯 昼夜猛扑 晋州的城墙塌了十余杖 正当大军准备城市攻入的时候 高伟突然叫停了进攻 原因是 他想让爱妃冯小莲 亲眼看到大军攻垮城市的壮观景象 但冯小莲是谁啊 人家是美女啊 如此难得的景象 怎能素颜以对 他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了数个时辰 等到他化好妆来观战的时候 北周人已经把城墙上的窟窿补好了 接着北齐军队连连败退 一直被逼到了北齐的别都晋阳 就在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冯小莲突然高声喊道 军队败了快跑呀 接着拉着高伟就要逃 旁边的大臣劝谏说道 有进有退 此乃兵家常事 我方军队未有折损 但陛下此时如果骤然反架 那必定军心大乱 真是无力回天了 但当下高伟只看到了爱妃 一双碱水秋童和几乎要垂下来的眼泪 哪顾得上别的 他带着冯小莲就向都城夜城奔逃而去 北齐大败被杀将士万余人 逃亡路上高伟脑子又抽风了 他突发奇想将冯小莲封为左皇后 那封了皇后不穿皇后的衣服怎么能行呢 高伟又命令太监 潜回晋阳别宫去取衣服 取了衣服之后 冯小莲换赏对着镜子欣赏了好一番 才心满意足的又逃命去了 一笑相亲国辩王 何劳经济史堪商 小莲玉体横尘业 以报周师入晋阳 这就是晚唐诗人李商尹 对此情此景的描述 有这样的皇帝 北齐想不亡国都难呀 公元577年正月初一 眼看北齐军队 无法抵挡北周的进攻 高伟为避祸将皇位传给了 七岁的太子高衡 视为北齐幼主 高伟则成为了太上皇 但高衡这边刚继位24天 高伟又命幼主 让位给驻守在盈州的大丞相 任成王高阶 高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独一无二的吴上皇 他委派势中耶律孝卿 将善文和玉玺送给高阶 但耶律孝卿却反手将玉玺 给了北周五帝宇文雍 以此作为投靠北周的资本 随后高伟高衡一行数十人 全部被北周俘虏 北齐灭亡 冯小莲被宇文雍赐给了 北周代王宇文达做小妾 公元577年10月 高伟高衡等人被杀 这一年北周五帝宇文雍 完成了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北齐灭亡之后 宇文雍追封狐绿光 为上驻国崇国公 他曾经登上夜城城楼 感慨说道 如果狐绿光还活着 这哪能得到夜城呢 北齐北周刚建国的时候 两国军事实力悬殊 每年冬天 北周人都要捣碎 两国边界上的兵 以防北齐军队踏兵突袭 到了高伟继位的时候 军事实力依然悬殊 但是情况却完全反了过来 变成北齐人 开始捣碎和尚的兵 怕北周入侵 说起来 北齐的奠基人高欢的发迹 要比北周的奠基人 宇文太早得多 宇文太刚创业那会儿 手里的兵力人马 也就两万多 可是高欢这边 一言不合就是二十万大军 那场面实在是太阔绰了 有人将北周最终灭北齐 归咎于汉人选择显卑化 和显卑人选择汉化的结果 但这其实只是表象 不论是北周还是北齐 其实都是湖汉大融合的王朝 北周的强盛得益于国军的得志 早在宇文太时期 西魏就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军事上采用辅兵制 在全国各地设置辅这样的军事单位 以此为据点来集结兵力 辅兵平时就在地方上耕种土地 利用农贤时期进行训练 遇到战争 军队则由各地的辅兵抽调而成 朝廷再派大将前去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 辅兵各回各地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武将拥兵自重 还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士兵的价值 国家不需要额外的花销来供养士兵 士兵耕种的收获 反而能为国增加税收 政务上宇文太采纳了 明臣苏绰的六条诏书 其核心是先至心 敦教化 尽地利 浊贤良 续预送 君复义 要求官员们端正心态连接奉公 培养老百姓简朴善良的品质 合理利用土地 不违背农食 体恤百姓绝不滥用私刑 君平复义缩小贫富差距 高欢这边的治国方针 则跟宇文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高欢看来 勋贵们贪腐 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天下后应得的回报 只要勋贵们对高家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其他的就可以一概不管 这就为日后北齐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雷 到了儿孙这辈 宇文太的第四子 北州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雍继位后 韬光养晦十多年 暗中积蓄力量 看准时机 一举铲除了把持朝政的全臣宇文户 也许会说 北州和北齐的朝堂一样 都充满了叠血的政治斗争 但这也只是表象 在激烈的人事斗争之后 北州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君主集权的过程 对北州而言 这是浴火重生的蜕变 而北齐的政治斗争 真的就只是一群人在争权夺利 此后宇文雍就一直延续着 父亲宇文太的改革体制 对内以德治国 对外着眼于统一北方 甚至统一全国 宇文雍就是那句说出 百姓得乐正和惧下地狱的皇帝 关于他的故事 我们在灭佛运动的那期视频中 曾经提到过 有兴趣的可以回看 北州整顿励志的时候 高家的子孙们在干什么呢 在调戏嫂嫂 在裸奔 在玉体横尘 当整个国家都被无能之被把持时 离王国就不远了 高氏皇帝们究竟有多奔放 才能让后世史学家一度怀疑 他们是不是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 北州灭北齐之后 周五帝宇文雍正准备大展拳脚之时 突发疾病骤然离世 享年36岁 继位的周宣帝宇文雍暴虐昏 两年后也随之早邀 北州大权被外戚杨奸窃取 公元581年 杨奸费州建随 疯狂的屠杀宇文氏族人 宇文太子孙悲剧性的全军覆没 公元589年 随朝统一天下 高氏宇文氏两大家族 50年风云变幻 开机建国克城霸业 到头来却为杨家做了嫁衣 真是造化弄人呀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